现在场上的五名选手 这是在韵律舞当中排名第五的俄罗斯拍档斯特凡诺娃和布金 韵律舞排名第四的选手加拿大组合吉乐斯和波利尔 韵律舞当中排名第三的美国拍档乔克和贝茨 同样是来自美国的组合在韵律舞是排名第二 胡贝尔和多莫修 这是最后要登场 韵律舞排名第一的组合来自俄罗斯 斯尼克斯纳和卡萨拉波夫 这组的五位选手在前一个比赛日的韵律舞部分是处于前五之列 他们会依照自己在韵律舞的排名的倒序来一次登场 那么这场比赛是在瑞典斯特格尔摩进行的市井赛的最后一场赛事 在之前俄罗斯是已经收获了女子单人滑的三块奖牌 同时双人滑的金牌也被他们收入囊中 最终的赢家是米什纳和加利亚莫夫 那么现在在本场比赛当中韵律舞部分排名第一的依旧是俄罗斯画画协会 所以可以说今年的市井赛对他们来说是收获颇丰 选手的表现都是出奇的好 这组当中有两名来自俄罗斯的选手 刚才出现的是来自俄罗斯的斯特凡诺娃和布金 那么现在呢在他们之后会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组合 吉勒斯和波利尔 这两位选手呢 这两位选手呢 都是29岁 可以说在市井赛的赛场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市井赛最好的成绩是在1415赛季排在第六位 美国的选手乔克和贝茨 眼神犀利的乔克随着他起舞的贝茨 这对组合呢要演绎的依旧是之前上个赛季 他们兵舞自由舞的节目 埃及舍舞 热身的时候就能感受到他们今天比赛的状态很不错 也期待着他们在之后的演绎 这是他们的队友 同样来自美国 湖贝尔和多诺修 他们在市井赛的赛场呢 收获过一块铜牌和一块银牌 今天他们的目标肯定就是冲向那块金牌 美国的搭档 湖贝尔和多诺修在运绿五是排名第二 所以本场比赛他们是倒数第二位登场的组合 今天最后要亮相的 就是镜头瞄准的这对搭档来自俄罗斯 斯尼特斯纳和卡萨拉波夫 在市井赛的赛场 这对组合曾经是在1819赛季收获过一块银牌 韵律五呢 他们表现得非常优秀 无论是技术还是节目内容分 都是处在前列 所以最终呢 是以总分第一 排在了防守之位 赛前的若生结束之后 马上就要进入到今天兵舞自由舞 最后一组选手的角逐 今年的环华兵市井赛呢 是在瑞典的斯德格尔摩进行 比赛呢是从2月3月22日正式打响 那么第一个比赛日呢 其实是在3月24日 然后呢 今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 这也是斯德格尔摩自1947年以来首次举办世界锦标赛 上次这片这块土地进行市井赛呢 还是在1947年 今天我们将要在瑞典斯德格尔摩的爱立性球形体育场 来见证今年市井赛最后一块金牌的诞生 来自俄罗斯华华协会的 组合斯特凡诺瓦和布金 中文字幕志愿者赛 来自夫人的词 是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赛 挖 则字幕志愿者赛 周杜文字幕志愿者赛 一路乏 在真兴最后的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赛 新的ρώ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赛 请不思议 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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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排在了第一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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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